任天堂还不出新游戏 羊羊羊羊羊好羊啊 赛博朋克又跳票 羊羊羊羊羊好羊啊 快用皮克敏 直羊快 皮克敏3原来是WiiU上的游戏 但因为WiiU早早就死在沙滩上了 连带着里面像大乱斗 马车巴这样的宝藏游戏 都难逃被深埋的命运 直到Switch出现 把前辈的遗产挖了出来 拍了拍灰 又把它带到Switch上 所以对于Switch玩家来说 皮克敏3就是一个新游戏 故事是这样的 你是来自骨牌星球的外星人 骨牌星上的食物资源耗尽 你和两个同伴要在宇宙寻找食物 带回母星 终于在遥远的404星球 也就是地球 找到了食物痕迹 但是降落的时候出现意外 最后一番 醒来发现 这个星球上有一个神奇的生物 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昆虫大小 头上有一个小叶子 只会发出噗哧这样的声音 噗哧 噗哧 它们的名字就叫 皮克敏 然后三个外星人 就用哨子奴役了这些小皮克敏 让它们无偿打工 在404星球上采水果 画面看起来挺可爱的 但其实超残酷 冲锋陷阵 皮克敏第一个上 天黑撤退 最后走 外星人躲在后面都不上的 辛辛苦苦把胜利果实 扮回大本营 一滴都分不着 动物昆虫的尸体 什么的倒是归它们 但这也是为了 生出更多小苦力 哎 怎么说着说着 口水流下来了 同时控制100个皮克敏行动 如果一定要给皮克敏 划分一个游戏类型的话 那应该是 即时战略 对 就是 星际 红颈 魔兽什么的 那种职业选手 海量微操的游戏 但其实皮克敏玩起来 和RTS完全不一样 更确切地说 皮克敏玩起来 跟任何游戏 都很不一样 属于很少见的 玩法完全独一份的游戏 竟然没有人抄袭 和一般的即时战略不太一样 战斗不是重点 解谜才是 战斗听起来难 实际上操作起来 就是一顿扔 这一个个长得 奇形怪状的敌人 都只是道路上的阻碍 而不是目标 我们要做的是 指挥皮克敏 去探索环境 去解谜 然后收集地球上的水果 方法 就是把皮克敏扔出去 扔到敌人身上 他们就拼命战斗 扔到材料上 他们就会举起来搬回基地 皮克敏三里 有五种皮克敏 每种有不同的特性 黄色导电 红色不怕火 蓝色皮克敏不怕水 粉色会飞 石头的皮克敏很坚硬 可以砸开一些坚硬的水晶 你就要巧妙地指挥它们 去帮你解决谜题 皮克敏三的谜题 就是地图本身 每个关卡的地图交错复杂 玩的时候大部分都在思考 怎么到这里这里这里去 是修桥还是扔队友 怎么利用三个队长 拆开三个队伍 说到拆开三个队伍 有室友的看过来 皮克敏三豪华版 新增了本地同屏模式 本地多人实在是太适合这个游戏了 随时可以加入控制一个角色 本来特别繁琐的多线指挥 全都变得非常自然 每个人可以带一个小队 效率超高 一开始我觉得什么编队啊 安排啊 听起来还特别复杂 好难啊 后来发现战斗除了冲 就是扔 直接A上去也是完全OK的 但游戏总需要一点挑战 就是时间限制 游戏里的时间是以天为单位推进的 每天会消耗一瓶果汁 只要果汁够就可以继续游戏 但如果找到的水果太少 就会game over 每天也有限制 只能在白天活动 因为晚上的404星球 有残忍的捕食者游到 如果晚上有遗漏在地面上 没有来得及回收的落单皮克敏 就会被捕食者残忍吃掉 游戏里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就是每天日落而息离开星球后 看吃不着皮克敏的怪物 最悲伤的时候也是夜幕降临 看着皮克敏被吃掉 2030多了 超200了 460了 时间的限制带来紧迫感 聪明的谜题是你需要解决的目标 推着玩家尽可能高效地指挥皮克敏 而惩罚玩家的方法 就是利用可怜的小皮克敏 战斗和指挥的失误 都会让小皮克敏灵魂升天 字面意义上灵魂升天 但游戏也比较宽容 只要有足够多的果汁 今天的事情也可以拖到明天 妥善地安排一天的时间 拆遣各种功能不同的小皮克敏 克服各种阻碍 修建桥梁 打开大门 一点点把整个地图连接起来 就是游戏最大的乐趣 皮克敏系列是血统纯正的任天堂第一方游戏 公本帽亲自操刀 也是最受他本人青睐的作品 从过去皮克敏的主角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主人公叫欧丽玛 搭档叫路易 还能更明显吗 关于皮克敏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意识 公本帽说 皮克敏的灵感来源于看蚂蚁搬家 大师就是大师 每个小朋友都看过蚂蚁搬家 但做出皮克敏的 只有公本帽一个人 错 这件事其实不是真的 公本帽在采访中解释过 说蚂蚁搬家 只是为了让玩家更容易理解游戏 是一种营销说辞 实际上开发最初的时候 游戏里根本就没有类似蚂蚁的生物 有的是亚当和夏娃 一开始是任天堂模拟人生 最终决定设计成蚂蚁一样的微缩世界 还和另一个游戏有关 2000年的时候 Nintendo Space World展会上 为了展示GameCube机能的强大 任天堂展示了一个技术demo 没错 这个时候任天堂还在乎机能 这个演示叫 马里奥128 有128个马里奥在一个自由变换的地形上活动 这球面行走 后来就变成了马里奥银河 而这个生成好多个角色 就变成了后来的皮克敏 至于缺点 皮克敏3豪华版 控制有好多个案件要记 而且经常很蹩脚 2020年了 画面还是720P 还敢问60刀 但皮克敏3玩起来真的很独一无二 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游戏 跟它一个类型 视觉上叶子小人 诡异的怪兽 和超拟针的水果同时出现 玩法有点大杂烩式的 第一次融合了RTS 解谜生存等元素 但玩起来一切又意外的很合理 好像就应该有这么一个 及时解谜生存战略的游戏类别 因为实在很独特 皮克敏3提供了一个很长 而且免费的demo可以试玩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先玩玩demo感受一下 也是可以的 留下三连 祝你早日玩上 皮克敏本地双人同频模式 换用皮克敏 直言快